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王莽的新潮何以会如此短命呢 江鹏老师会从中给我们总结出怎样的经验与教训呢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再次登上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江鹏品读资质通鉴第三部第一集 短命的新潮尽请关注 西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啊 我们历史上称之为汉平帝 他是在当时的一位府政大臣王莽的扶植下才上台的 这位汉平帝登基的时候呢 年龄非常小 才八岁 由于年龄小啊 所以这个朝廷上的权力他就后来越来越集中到当时府政的这位王莽手上了 汉平帝八岁的时候登基 做了几年皇帝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 这汉平帝的去世啊 就是被王莽给毒害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汉平帝年龄的增长 对于王莽的这种专权 感觉到越来越痛恨 想办法要把这个权力往自己这儿拿回来 于是王莽就把他给毒死了 这是史书上的一说 到底说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真的是王莽把他给毒死的 咱们今天还有争议 那么这个汉平帝死了以后啊 王莽这个人的野心呢 倒是的确有了一个冲锋的暴露 他为了便于自己把握朝政 特意挑选了一个当时才年仅两岁的 这么一个幼儿 这么一个在墙堡中的小孩 来作为皇位的下一位继承人 这个小孩呢 名字叫刘莺 我们历史上称之为叫卢子英 这个刘莺啊 因为年龄实在太小了 才两岁 根本没有办法执掌这个政权 所以这位王莽啊 就以摄政者的身份来管理朝政 当时称为叫做摄皇帝 而这个刘莺呢 虽然是确定了 是接下来的皇位的继承人 由于年龄太小 那么当时呢就称他为皇太子 一开始就商量好了 王莽说现在我是摄皇帝 我先来掌管这个朝政 等到这个刘莺年龄涨到一定程度 等到他有这个独立的行动能力了 我把这个皇位还给他 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啊 王莽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摄皇帝 做得不够过瘾 只使自己的亲信制造了很多舆论 要把自己往上再抬一接 再往上再走一步 于是就开始称作叫假皇帝了 从摄皇帝到假皇帝 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假皇帝 做了一阵子就越不过瘾了 大家想想看你这个人呢 在追求一样东西的过程当中 你的欲望什么时候是最强烈的 是能够达到最顶点的 就是在你离这个目标 紧一步之遥的时候 所以做了一会儿的这个假皇帝 不过瘾啊 想做真皇帝 于是在王莽他一手操办下面 指使亲信啊 指使左右啊 做了很多工作 最后呢 把这个政权烂到自己身上啊 把这个政权给抢夺过来了 于是这个西汉王朝啊 就在这样一幕当中结束了 西汉王朝向一个叫新的王朝过渡 王莽所建立的这个新王朝啊 它的名称就叫做新 很可惜 王莽的这个新王朝啊 虽然很新 但是寿命却不够长 王莽于公元八年登基称帝 到公元二十三年 这个王朝就灭亡了 前后大概十五年左右时间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只有一位皇帝的王朝 没来得及传代就被灭了 所以啊 咱们这个中国历史上 后来的很多史学家 都把王莽看作是一个 不太够格的 不成功的这么一个篡位者 没有正统的史学家 承认王莽 他是一个合法的皇帝 新朝是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政权 王莽在历史上的名声 并不太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看中国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一个王朝 他的时间要是比较短的话 往往他的名声也不太好 往往就是其中一例 比如说其他的 你看秦朝 看隋朝 他的时间都不太长 而且呢 名声也都不太好 这个时间最短 名声最差的 就是这个王莽的新朝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这个王朝的时间短 跟他的坏名声 是成比例关系的呢 因为你这个王朝时间短啊 所以没来得及写历史 宣传自己啊 对吧 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宣传自己 别人要是说 替你写点历史 讲讲你正面的这个事迹 来拍拍你的马屁 人家这儿还没写好呢 你那头被灭了 别人写的人一看 又被灭了 赶紧别写了 是吧 写好的也赶紧烧了吧 这是这个 一个时间比较短的王朝 往往他的名声也不太好啊 这个两者之间 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 但是 如果客观的来看的话 一个王朝 他要是持续不久 维持的时间比较短 比较失败 那也一定有他 不成功的原因和道理在里面 尽管未必像 后代的人 给他所抹黑的那样 一无是处 但也一定有他失败的原因 那么这个 王莽 他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读 自自通鉴的话 你会发现 王莽失正最大的特点 就一个字 改 官名 改 地名 改 货币 改 服饰 改 通通改了 长安城有12个城门 王莽要把他们挨个儿的 这个名称全都改一遍 王莽啊 你从自自通鉴里面去看 你要读自自通鉴的话 败就败在这一个改字上面 很多人就会问啊 你这个光改改名 也会导致他一个王朝的失败吗 问题不在于改本身 而在于你怎么改 以及在这个改的过程当中 造成什么问题 比如说啊 咱们来举些例子 王莽呢 他当时啊 就觉得这个汉朝留下的官名跟地名啊 很多 太吐气了 他觉得不行 要把它来改一遍 王莽啊 他把当时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官僚系统 以及地名系统通通通给改了 那么一下子改这么多 老百姓哪记得过来啊 所以啊 老百姓啊 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基层官员 完全不适应 但是王莽呢 他却还觉得不过瘾 过了不久啊 又要改了 于是呢 大家看到《自治通鉴》当中 又有这么一段话 改郡太守约大颖 都尉约大尉 县令长约宰 常乐公约常乐市 常安约常安 其余百官公事 郡县 尽义其名 不可胜计 这里讲的是啊 不仅把一些地方上的 最基本的一些官员的名称 给你改了 地方的这些行政首长的名称 全部改掉 连当时首都长安的名称 都给你改了 长久的长 长远的长 改成经长的长 连皇太后居住的 那个宫殿的名称 也给你改一遍 那么这样改来改去 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改完以后 这个社会就太平了 不是 改完以后啊 不仅没有达到天下大志 达到这个天下太平的这个目的 反而给这个社会 平添了很多 混乱 紫通店当中啊 有这么一句话啊 描写这个王莽 不停地改动 名称的这么一个后果 他说 其后 遂复遍更一俊 致五亿名 而还复其故 礼名不能记 每下招书 则系其故名云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每一年 都要把这些 重要的地方的 这个名称啊 给你改一遍 然后改了五年 想不出新的花头了 再改 新的名称 想不出来了 怎么办啊 回到五年之前 那个老名称上去吧 因为每年都要改 平凡地改 不停地改啊 各种各样的 花里胡哨的 这个改法 使得老百姓 非常头疼 你说这个地方 今天是叫这个名字 过两天 不叫这个名字了 那老百姓 哪转得过来啊 所以这样 繁琐地 平凡地改动 这个名称 完全没有实际意义 更不要说 对于提高 这个省各的社会的秩序 提高老百姓的 生活质量 那是更加 没有帮助了 改革不是说 你为改而改 更加不是 遭三目四地去改 像王莽这样的改革 纯粹 它是为改而改 而且遭三目四地改 这个效果当然非常不好 除了增加老百姓 在论知上的混淆以外 还增添了很多生活的麻烦 那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精神 王莽 另外还有一项 大东干戈的改革 就是改革当时的货币制度 《资资通鉴》啊 就是引用汉书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凡保货五物六明 二十八品 著作钱不皆用铜 小以联系 百姓溃乱 其货不行 莽知名仇 乃弹行小钱之一 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 归备部署且请 往往啊 把这个货币分成六大类 哪六大类呢 有所谓的钱货 金货 银货 归货 备货 部货 这么六大类 大家记得住吗 我记不住 而且不仅仅是这六大类啊 每一个大类下面 还有若干小品种 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品种 光货币就是二十八个品种啊 不要说各位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 像我这样专门研究历史的 要提到这一段 我也只能拿着书一个一个看啊 你要我记下来 背下来 背不下来 你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呢 好家伙 你光这个货币就有二十八个品种 那老百姓就只能溃乱了 不溃乱还行吗 对吧 根本记不住 王莽啊 他也知道 老百姓因为这个事情挺犯愁的 他这个记这个货币的名称也老记不住 所以啊 其他的这个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暂时就 不通行了 不流通了 只留下两种主要的货币 一种是大钱 面值五十钱 一种是小钱 一个小钱呢 就当时的货币单位就是一钱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就是 一个是五十面值的 一个是一块钱面值的 就是流行这两种钱 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你像什么叫做 龟啊 背啊 布啊 统统的这个暂时 不流通了 也知道老百姓实在是吃不消 他们他这么复杂的这个东西 在王莽改革币制以前 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通行的货币是什么呢 那是在西汉长期流通的一种叫五租钱的货币 因为西汉的五租钱流通的时间很长 老百姓一直在生活当中就是用这个钱 所以这个钱币他的信誉非常高 老百姓也习惯了 长期就是用这个钱买东西的嘛 王莽发行的钱呢 一个名头很多 虽然王莽知道大家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抵制 也搞得大家非常市场非常混乱 把其他的币种给停止了 只行大钱跟小钱 但老百姓还担心一样事情 担心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王莽啊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了 这个人就是老是喜欢改 不停的改 你看 现在是流行大钱和小钱 那过段日子又改 那怎么办啊 所以老百姓干脆就不用他的钱 还是用信誉比较良好的 流通的时间比较长的 这个西汉时期所发布的 所铸造的这个五租钱 私下里都用这个做交易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这个王莽的政府没有信誉 今天说这样改 明天说那样改 从来没有准谱 你这个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改了 所以根本不信 而且呢 在民间啊 纷纷的谣传 老百姓啊 要为自己用五租权找个理由啊 要给自己壮个胆啊 那么给自己找什么理由呢 就纷纷的相互的这个谣传啊 说这个王莽的大钱跟小钱啊 说不定过段日子又要废了 大家赶紧别用了 你这个今天用的很欢 家里储蓄了很多这样的钱 王莽的钱 过了一天 他一不高兴 把这个钱又改了 又废了 你家里顿这么多王莽的钱 不完蛋了吗 到时候不成这个废铜烂铁了吗 所以大家都不用这个王莽的钱 果然老百姓也没说错 也没猜错 过了不久啊 王莽又按捺不住自己的这个寂寞了 又改了 怎么个改法呢 把之前他自己亲自公布的 在市场上流通的大钱和小钱 全都废了 你看每一次的货币改革 老百姓本来的啊 你这个稍微积攒了一点信誉了 这个大钱 大家开始慢慢接受了 积攒了很多的 你这个王莽政府的大钱 他一到命令把你废了 老百姓不就又破产了吗 家里储存的钱 就等于是费铜烂铁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情况 我们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货币 最早的时候 我们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时候 相互交换 是进行用物物进行交换 对吧 这个大家学过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 都知道这个常识 从物物交换 进化到货币交易 为什么用货币啊 计算方便啊 交易起来方便啊 携带储存也方便啊 货币的发明 是贸易活动进步的一个体现 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而往往的这一套货币改革 让货币本身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 让人就根本是摸不到头脑的 这样一个东西 不仅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毫无意义 对于这个贸易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它反而是一种障碍 大家设想一下 您要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比如说您今天出门要去打个酱油 您得先琢磨半天 你说我今天是用一盆贝去买这个酱油呢 还是用一串布去买这个酱油 明儿你去买一方豆腐 出门之前又怎么半天 你说我是拿这个硅去买这个豆腐呢 还是拿这个贝去买这个豆腐 对吧 这个生活有多么的不方便 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很难想象 如果生活在新潮会多么的不方便 可是这些听起来像笑话一样的事情 在历史上却实实在在的发生过 生活在当时的百姓 该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痛苦 很快 王盟货币改革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了 另外一个 广莽时代的这个币质的混乱 也导致了民间盗住货币的现象 开始风行 老百姓比如说 打个比方说就像前面讲的 你囤了很多面值50的大钱 你一个晚上就下一道造令 把这个钱都给废了 老百姓家里囤这些东西干什么 赶紧吧 把这些废铜烂铁拉出去一拢 然后呢 按照你新公布的这个货币给你造一通 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对吧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就造成当时的货币市场的更加的一个混乱了 所以王盟就用严刑峻法试图来遏制假币风行的这么一种现象 所谓的严刑峻法 严厉到什么程度呢 不仅仅是造假币的 你要受到严厉的处置 你这个街坊四邻啊 如果在官府发现之前 你没有举报 到时候官府来了你一起吃官司 这个很多老百姓就很冤啊 你要是说 边上这个邻居他造假币 他能够敲锣打鼓的 朗朗着来告诉你吧 当然不会来告诉你了 但是王盟规定这个连坐 这个连带责任 如果邻居说 你的邻居里面有人造假币 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举报 你跟他一起吃官司 那就引起老百姓更加强烈的一种反抗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由于货币改革所导致的社会矛盾 前面我们讲的改地名啊 改官名啊 同样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社会矛盾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改官名 王盟不是改了很多官名吗 对吧 王盟有一次就下令说 在新的这个官制 官僚制度啊 官僚的名称啊 确定下来之前 所有的官员先停止发放工资 啊这个官员停发工资那还了得啊 每一个官员家里有多少人 要等着他养活啊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官员 你把他的工资给停掉 他不可能不过日子啊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敲诈盘剥老百姓嘛 通过这一头来弥补 自己在工资上的损失嘛 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是一个悖论 往往停发这些官员的工资 不仅没有让这些官员穷下来 反而让他们发了财了 诶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呢 道理也不复杂 也很简单 由于往往不发工资 所以他们就去敲诈 去盘剥老百姓 从那儿去捞油水 但是你想想看 这些官员 一旦尝到了盘剥 讹诈老百姓的甜头以后 他们会自我停止吗 人的贪然的心理 一旦被开启了以后 他是不会自我中止的 一旦尝到这个甜头以后 就会继续下去 而且会变本加厉 想尽一切办法 从老百姓身上去盘剥 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悖论 往往停发他们的工资 不仅没有让他们穷下来 还让他们报复了 但是你一个社会 运转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上以后 不会为之付出代价吗 肯定要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老百姓的所有的怨恨 对这个社会的不满 都会集中到 对你这个政府 尤其是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 这个官僚体系当中 对你的这种怨恨 会把所有自己愤怒的情绪 加到你的身上来 加重了老百姓的反抗 加深了这个社会的矛盾 这就是往往乱改革 所导致的一些社会矛盾 往往喜欢改名字的这个习惯 不仅导致了内政的紊乱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内政的紊乱 而且也招来的外祸 往往在改革官决名称的时候 有这么一段 又曰 汉氏诸侯或称王 至于四夷一卢之 唯于古典 谬于一统 齐定诸侯王之号 皆称公 及肆以剑号称王者 皆庚为侯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从复古的角度来看 王 他应该是天子的专称 在西周的时候 以及在东周早期的时候 这个王 应该只有周天子 才能够称王 其他的诸侯 公侯博子男 五等爵 但是呢 到了战国的时代 开始混乱了 很多诸侯开始建阅了 到战国中期以后 你比如说 像魏国啊 像齐国啊 像楚国啊 像吴国啊 很多诸侯他就自己称王 乱了 这个名称就乱了 然后呢 你到了汉朝的时候 大家发现啊 整个制度 他改革 他变了 最高的统治者称为皇帝 而地方上的这些诸侯呢 他的合法的名称就是王 诸侯王 对吧 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诸侯称王 在汉代来说 本来它是一个合法的事情 本来就是这么称呼的 朝廷就是这么封他们的 再加上 到汉代 中后期以后啊 周边有一些少数民族的 一些政权 依附于归顺于汉朝的 你像西域啊 以至于你比如说 像南匈奴 在汉宣帝的时候 呼喊携禅于 归顺汉朝以后 也是被称为王 被封为王的 但是在王王看来呢 这么烂啊 这么多的人都称王 这个名称这么泛滥啊 对于王 在古代啊 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名词 是有所玷污了 那在他看来 这就是非谷乱智啊 王王最恨这一点 王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老是想复古 凡是和古代的经典 不合的东西 他就认为你是 非谷乱智 非谷乱智怎么办啊 改改回来 王王就喜欢这个 所以呢 他就开始证明 就开始改 怎么个改法呢 就是汉朝内部的这些诸侯 不能称王了 称为公 回到春秋战国时代 回到这个周朝的 公侯博子男的五等决志 诸侯王称公 那周边的这些 民族政权的领袖呢 当然也不能称王 就改称为叫侯 于是这个王王啊 就派遣使者 西出至西域 敬改其王为侯 北出至匈奴亭 受禅于印 改汉印文 去洗言张 从汉宣帝以后 在西域地区 有很多民族政权的领袖 我们前面讲了 跟这个男匈奴的 富汉协一样 他是归顺于汉朝 接受汉朝的封证的 往往呢 就派使者去 把原先 汉朝分他们的这个印信啊 给收回来 给他们一个新的印 把他们原来 这个王的封号啊 给你降低了 贬低为侯 在古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侯当然是 比王要低一级了 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称王 然后呢 到他这儿改了 降一级称侯 而且这个降一级 不是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具体的原因 仅仅就是因为王王 不喜欢你这样称呼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 然后就把你改了 这事情换成你 你高兴吗 你当然不高兴了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很多西域 这个一些小国家 一些这个民族政权 一些领袖的反抗 又造成了一种 外部关系的紧张 自汉宣帝以后 汉朝和匈奴之间 一直保持着 一种比较和平的关系 生活在边疆地区的百姓 已经有好几代人 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了 可是王莽 却打破了这种和平 和匈奴之间 重新燃起了战火 那么王莽究竟做了什么 会使得双方从和平 再次走向了战争呢 更为严重的后果 就是改这个匈奴的封号 改匈奴残余的封号 本来啊 汉朝的政府 给予匈奴残余的这个封号 他在这个 给他的这个印上 是刻五个字 匈奴残余 往往呢 非要把它给改掉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 新匈奴残余张 这一改啊 就改出麻烦来了 为什么呢 首先 习和张 在名称上 是有讲究有区别的 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 天子的印性 称为习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那在汉代的时候啊 诸侯王的这个印习 他的这个印性 也可以称为叫做习 但是诸侯王以下 你比如说像列侯 从列侯以下 他这个印性 就不能称作习了 得称作叫张 表示出一种级别 诸侯王的级别 比列侯要高 诸侯王称习 列侯称张 两者之间 有这么高低之分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看匈奴残余 汉朝封他的手 给他的印性 上面刻的明明是习 王莽要把它改掉 改成叫张 就把它给降一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王莽的印性啊 他在匈奴前面 匈奴残余 这四个字前面 加了一个心字 那本来汉朝政府 给匈奴残余的这个印 前面没有加汉字 王莽给的这个心呢 就是代表他这个心潮啊 你看汉朝 他给这个残余 匈奴残余洗 表明什么呢 你至少表明 这个匈奴残余 跟汉朝的皇帝之间啊 尽管有这样一种 投靠归宿的关系 但是他不是一种 内部隶属的关系 至少汉朝政府 是承认匈奴残余 他是有一个 独立的自治权的 但是往往一旦 在匈奴残余前面 加一个心字以后 这就变了 这就变成 你虽然是匈奴残余 但是你是他 新朝的匈奴残余 也就是你跟他是 有一种内在的成熟关系了 从一种外部关系 变成内部关系了 等于说是取消 人家的独立的 这个自治权了 那人家能够高兴吗 当然不高兴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是充满了斗争的 往往派使者去 要把汉朝 给他的这个硬性 匈奴残余席 把他换回来 把这个新朝 新的硬给他 这个过程当中 充满了斗争 往往当时 非常隆重其事 派了一个使者团 到匈奴去 然后这个使者团 到了以后呢 就要求残余 把旧的硬性 汉朝的硬性 解下来 说我们那边 改朝换代了 不是汉朝了 是新朝了 换皇帝了 所以啊 你要是跟我们 保持这种和平关系的话 要有这种 风赠关系的话 你把汉朝这个硬 解下来 我给你换一个新的 把新皇朝的 这个硬给你 这个匈奴残余啊 比较粗心 是比较粗心的一个残余 一听使者这么一说 他就准备把这个旧硬 解下来交出去了 这时候残余身边 有一个明白人 比较机灵 把这个事情给拦下来了 说你先别 你还没有看到 那个新的硬 它的规格和文字内容呢 你这么着急 把旧硬给他干什么 万一有诈怎么办呢 哎 匈奴残余一想 有道理 是吧 先不给了 这个事情先过去吧 等到看到新的硬以后再说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摆酒席设宴 招待 往往派来的这个使者团啊 开始设宴招待 往往的这个使者一看啊 哎 残余身边的人 那是有防备心了 有戒备了 那就更得趁早的 把这个旧硬给拿回来啊 把新硬给搬出去啊 以防夜长梦多 对吧 得趁早下手 于是在宴会上面啊 趁残余来敬酒之际 使者又提出来了 说你赶紧把旧硬解下来 这个换成这个新硬 这位匈奴残余啊 真是一个没有花花肠子的人 加上喝了点酒 大概这个大脑 更加容易短路 听使者一说 马上立刻又答应了 说好 来 解吧 把这个硬解下来 边上人又提醒他了 说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你看到新硬 再换旧硬 不行吗 现在这个新的硬 没有给你看 你就着急把解下来 到时候上了当了 可就后悔来不及了 残余说 这又什么 换就换呗 所以啊 这个非常爽快的 把这个旧硬 就给解下来 交给了汪汪的使者 把这个新硬拿过来以后呢 也没有当场检查 这个新硬 到底是硬的是什么内容 宴会散了以后 汪汪的使者团 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 就开始琢磨了 这一阵子是让你闷过去了 但是等到对方 缓过近来 明白过来 打开新硬 一看 里面内容不对 规格不对 再要把这个旧硬换回去 那怎么办呀 到时候使命又完成不了了 而且现在你看 毕竟是在人家 匈奴的地盘上面啊 所以使者团当中 有一个 做事比较果断的 有一位 赶紧就找了一把斧子 把这个旧硬给捣毁了 造成一个 他想换也换不成的 一个旧成事实 等到第二天 这个残雨啊 应该是就已经醒了 拿过新硬了 也看了一下 发现果然不对 规格和文字都有问题 于是就派人找这个使者 要把这个硬换回来 使者团这边 你看说 你现在来换 晚了 来不及了 把这已经捣毁的旧硬 给他一看 你看 换不了了 旧硬已经给我们捣毁了 你还是把心都留着吧 所以以致持 这个残雨能怎么样啊 也不能怎么样啊 也怪自己粗心啊 当时没有提防啊 边上不是有人提醒过他 要他缓一缓吗 哎呀 只能怪自己了 但是 以残雨为首的 这些匈奴贵族 当然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觉得王王 你这么说的事情 是太不地道了 无缘无故的 把人家的身份降低一级 从王的这个待遇 降低到侯的这个待遇 而且还把这个匈奴残雨啊 变成他 内部的这样的一种 和他之间有 内部的这种成熟关系 他们觉得这个非常憋屈 于是接下来 你既然王王说事情不地道 匈奴残雨 匈奴贵族们就觉得 我也没有必要那么地道了 于是就不再信守 和汉朝政府之间 定立的和平条约了 不停地派兵骚扰 中原地区的边境 烧杀罗略 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样一来呢 王王也不开心啊 说你怎么给你换个印 你就来派兵来骚扰我 王王一不开心 就要改人家的名字 改 要把你改的一个 更加这个难听一点的名字 于是他又改了 又下了一道招书 把这个匈奴残雨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做降奴浮雨 把人家封号改成叫降奴浮雨 人家好好的匈奴残雨 他把降服两个字 欠到人家这个匈奴残雨当中去 变成降奴浮雨了 那么当然 匈奴残雨一看 你这是拿我当什么 于是双方的矛盾不断地升级 最终爆发为连续不断地 中小规模的冲突和战争 给老百姓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 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啊 北边自宣帝以来 素氏不见烟火之井 人名至盛 牛马不野 急忙老乱匈奴 于之购难 边民死亡细火 数年之间 北边虚空 也有曝谷矣 已经好几代人 生活在边疆地区的 有好几代人都不知道 打仗是怎么回事情的 自从汉玄帝以后 然后往往你看 来这一下子 跟匈奴的关系搞僵了 战争的风火又开始重新点燃 所以啊 就造成了非常非常 不好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于双方从和平走向战争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的责任何在 史书上啊 刚才这一段史书上就讲得非常明确 把这个责任归注于王莽 说是由于他捞乱匈奴所致 王莽何止捞乱匈奴啊 我们刚才讲了 除了匈奴之外 东南西北各个少数民族族裔领袖 都受到王莽降风的待遇 都从王被降到轰 于是呢 东南与西南移结乱 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王莽的统治下面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事 都充满了一种困境 从前面 王莽这种旺改 就没有实际根据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的一种 无意的改革当中 我们看到 事实上是导致了 整个政权走向一种困境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那么王莽 为什么要干这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自治通年》当中 有两段文字 分别从两个不同的侧重点 对王莽的心态 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其中有一段 他是这么说的 莽因汉成平之夜 府库百官之父 百满兵符天下燕蓝 莽一朝有之 其心意未满 狭小汉家制度 与更为疏破 狭小汉家制度 就瞧不起汉朝的那些事度 觉得你格局太小了 跟古代圣王的 在理想时代的 传说当中的理想时代 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要更加高端一点 把自己的制度 设计得更加的高规格一点 要学习古代的理想当中的 这样一种社会制度 说明这个人 非常的疏扩 做事情非常的迂 不讲究实际 第二段 史书上还有这么一段 是这么说的 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就讲王莽是个书呆子 非常相信书本上的知识 一厢情愿地 认为去模仿周公 治理作乐 你这个治理一番 作乐一番 把这个名称系统改一番 符合于周公的这套典礼 符合周礼 好 这个国家他自然就 能够治理好了 完全是一种书生义气 一种纯粹的 空想主义 至于说 王莽所做的这些事情 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很多了 知识通鉴当中呢 还有这么一段总结 莽 信造老 不能无为 没有所信造 动欲募骨 不夺时宜 制度又不定 利元为奸 天下嗷嗷 现行者众 之前汉朝的那个制度 当然不会是十全十美的 肯定有值得改革的地方 但是改革 你首先要注重实际 对吧 你要调研 你要研究 看实际情况是什么 在实际当中 哪些妨碍了老百姓的生活 哪些给老百姓带来不便利 你把这些妨碍老百姓生活的 带来不便利的东西 给它改掉 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顺畅 更加便利 这是改革 否则就变成像王莽这样 通过权力 通过权力的意志 把自己的一个意愿 强加到别人身上 不仅没有给别人带来便利 反而给别人造成 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 那这样的改革 不仅不是一个好的改革 很多时候还会引起 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矛盾 我们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